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虎大表哥 今天的话直接讲干货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暴力的超短交易模式 这是一个打板的技巧分享 而且是打手板的绝招 手板大家应该很清楚 如果错了的话可能就是回撤 三到五个点左右 对了的话起码是八到十个点起步 打手板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方向判断准确 正好是热门的主流题材板块的话 那第二天出现连板 甚至在后期出现三板五板的现象 都非常的正常 所以这套方法在业内也是被公认为 性价比最高的打板模式 当然手板的难度非常的大 不过既然刷到了我的视频 大家就不用担心 今天我把打手板的技巧 系统的整理了出来了 一共五个步骤 哪怕是刚入式的新手朋友 只要听懂了这条视频 也能够马上进行实操 我现在马上的话就结合实盘 进行一个讲解 用这个模式给你们挖掘一批 精选个股 总共的话就五个步骤 我的会议的讲得很清楚 我们首先的话打开软件 找到这个问财 点击选股 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找涨停 而且不能是一字板 因为一字板的话 我们没有机会去上车 然后又要把ST的股票 剔除掉 垃圾股 我们是不做的 因为我们最起码要保证 炒作的一个基本面不能太差 所以要把ST去掉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输入我们所要选股的条件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选股条件 昨日涨停 且非一字板 非ST 然后我们要注意我们选股的一个模式 就是首板 首板的话 就是在它前五天 不能出现任何的涨停 所以的话我们要选择 6月13日到6月20日 没有出现过涨停 这是我们第二个选股条件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去除新股以及次新股 新股上市的话 纯靠筹码炒作难度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直接把新股剔除掉 选择上市的时间大于200天 那好 我们三个选股条件就输入完成了 我们点击开始选股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共是选出了29只股票 好 我们把这些股票全部勾选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一个板块里面 我们就选择板块1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共是29只股票 我们再来针对它 进行主意的一个筛选 那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修改我们的一个指标参数 我们这里的话 重点是参考20日均线 所以的话将其他均线 给设置为0 然后我们再把风格设置一下 把线框搞大一点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K线图上面 是不是就非常明了了 好 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二步选股 加入到一个我们的自选板块以后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选 那第一步就是剔除掉所有近期走势 弱于20日均线的个股 这种20日均线没有站稳的标的 短期上涨的可能就是一个脉冲行情 也有可能是板块上涨 情绪带动而已 绝对不可能成为真龙 所以我们第一步的话 就是把在20日均线以下的所有个股 都把它剔除掉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股票来看一下 这只股票是不是在20日均线以上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保留 那这个也是在20日均线以上 那我们的话接下来进入第二步筛选 第二个就是在筹码密集区 它量人的一个变化 强势的一个密集区的话 它的量人必须是上涨的时候 进行放量 下跌的时候进行缩量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那就是在我们下方的这个量人柱的上面的话 要表现出一个红强 绿弱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接下来逐一给大家进行一个筛选 看看这个前一天它涨停的时候 下方的一个量人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形态 那么我们打开第一只股票 看一下它下方的一个量人柱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只股票 它下方这里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明显是红强绿弱 对不对 这只股票 那我们可以保留 那这只股票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一个绿强红弱 在它前一天的话 如果是我们当时在这里选择的话 这个绿柱它很明显的 大于前期的这个红色柱子 对不对 那这只股票的话 我们就是不考虑的 我们把它进行删除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明显也不符合我们的一个要求 对不对 它绿色的量人柱 明显大于前期的红色量人柱 那这只股票的话 我们也不考虑 那经过我们第二轮筛选的话 目前还剩下12只股票 那我们继续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我们第三步的话 后面就是要通过的K线的原理 再去筛选一次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股票 在出现涨停的前期的话 它是在一个箱体内进行震荡 对不对 这个地方它都是有一个震荡的区间 都在一个震荡筹码的密集区 就是股价它的K线 需要在涨停板的当天 大幅的突破这个筹码密集区 也就是突破我们前期的箱体 让这个压力位变成支撑位 最重要的是 它要有一个明显的突破 如果说你碰一下高点就回来了 这明显是不行的 涨停的位置必须要高过前期箱体的最高点 而且要很明显 那我们的话来进行我们第四步的一个筛选 那我们来打开第一只股票 对不对 这个它的震荡的箱体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 我们在6月21号当天 它的涨停是突破了箱体 对不对 那这只股票可以保留 这只股票在昨天的话 也是勉强的突破了它前期的一个高点 对不对 那这只股票的话 一目了然明显的突破了前期的一个箱体 对不对 那这只股票我们是可以留着的 那这只股票也是 直接突破了前期的一个箱体 对不对 可以保留 那这个股票在昨天的话出现了涨停 但是啊 很遗憾 它没有突破这里的一个高位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在当天 手板的话 将它进行一个删除 那好 经过我们第四轮的一个筛选的话 目前的话 还剩十只股票 在十只股票的话 那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最后一步的筛选 那我们第五步的话 就是在打板的前一天 我们要针对这个K线进行一个筛选 就是看它有没有出现这种长上引线 或者说大阴线 如果说有出现以上两种情况 我们也要将它进行删除 那就意味着可能有大部分的资金 它不看好这只股票 或者说多空双方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这都不利于我们第二天的进行打板 所以的话在第五步 我们重新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选 我们看它前一天的这根K线就可以了 我们6月21号去选股的话 6月20日的K线 有没有出现这种大阴线 或者说长上引线的K线出现 这个没有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保留 我们可以保留 这个位置的话继续保留 那么我们这十只股票里面 没有遇到这种长上引线 或者说大阴线的情况出现 那这十只股票都是可以进行保留的 这是我们从29只股票里面 通过层层的筛选 最终留下来的十只股票 在继续分享之前 还是跟大家说一句老话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就在评论区扣一个888 让大表哥知道我花的心血 散户朋友们是认可的 大家是喜欢跟我做朋友的 888越多 点赞收藏 转发越多的话 后期视频更新的频率也会越快 不多说了 我们继续把该讲的讲完 那这里的话 总共十只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涨幅 在今天收盘之前 也就是在我们选股的第二天 出现了有十只股票里面的话 出现了有七个涨停 对不对 还有一只是六个点 还有一只的话是三个点 最终还有一只的话是亏损了 有3.9个点 将近四个点的一个样子 对不对 那最后一只股票的话 也算是我们这个交易模式的一个败笔 那么也刚好可以给大家提个醒 任何的交易模式啊 它再精准 再优秀 再牛逼的人 它的东西啊 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那么成功率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其实除了这种形态学的打版内容啊 我们还要结合一些指数 题材面 或者资金面 去想结合的话 成功率啊 才会更加的高 最后我也对今天内容 进行了一个实战总结 如果说我们个人去实操的话 它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选股 如果说你个人在盘装选股的话 它不是通过问财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只是给大家举例子 采用的问财 盘装选股的话 是通过我们的涨幅板进行筛选 非ST 最近一周内 没有出现涨停的个股 对不对 第二点的话 就是站稳20均线 第三个的话 就是筹码密集区 下方的亮人啊 一定是红强 绿弱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第四点的话 就是我们涨停的当天 有望强势突破前期箱体 一定要突破前期的箱体 这个股票 后期才会比较强势 第五点的话 就是打板的前一天 K线不能有大银线 或者说常商银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打板 最重要的五点 如果大家没有听明白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 反复的多看几次 如果说 我们这一次的互动 依旧很好 点赞也很高 评论也非常多的话 收藏也依旧 超过我预期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 我也有可能会分享一个 更加高级的打板战法 如果想学的朋友 就在下方的评论区 告诉我 没听到的朋友 也可以来评论区 跟大表哥一起来交流 我们学习 一定要把自己理解的东西 记下来 然后再加以实战的运用 那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龙虎大表哥 一个爱学习 喜欢分享的职业操盘人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